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雅文 我是手工造的老师 也是保安品的讲师 我在这个月中的时候 有在天条教会有教授神圣恩高的课程 那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 而且也感受到神的祝福 那其实呢 我在七月底的时候才受洗 这几个月间发生了非常多 让我感受到不可思议 感受到神对我的恩待的这些故事 想要分享给大家 其实呢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向我传达了福音 但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 我是感觉到非常的敬畏 甚至是有点害怕 然后也不愿意接受 但是神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神奇 是借我先生的口 讲出来 他要我到教会去走一走 让我去感受一下 就是神的神性这样子 他是用这样的形容词 当时就是不断不断 跟我分享福音的是 那个庄宇成大哥跟 那个巧莲姐 他们两个 我在他们健身房 健身的这三年间 他们都没有停止过 跟我分享 他们的见证 他们的福音 甚至在我的家人 在我的工作 在我的身体健康 有需求的时候 他们也不停的帮我祷告 我是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但是也觉得很迷惘 所以当时我先生 这样子跟我说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是找他们 我就告诉他们说 请你带我去教会 走一走看一看 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 林宪平牧师说到说 每一个人 他都有他自己生命的价值 要做出最好的自己 然后去荣耀族的时候 当时就非常的打动我的心 因为我的孩子是中度自闭 所以时常在生活上 并不是很容易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兴趣 非常的喜欢画画 那我就会 心中就会觉得说 很矛盾说 到底他有这样的才能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支持他 还是说就是阻止他 然后就是让他去读书 或什么就是非常多 就是当妈妈的不安 可是我听到的时候 我当下我脑中想到就是 如果我的孩子 可以借由绘画去荣耀族的话 那该有多好 当时我就有一种 就是非常温暖的感觉 我对佳祭坛非常的好奇 庄大哥就说 那我带你去丰恩节那里 看看什么叫做佳祭坛 这样子 去的时候呢 其实发生了一些 很神奇的现象 例如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当时我的那个眼前一直感觉 有人影在穿梭 丰恩节就跟我说 会不会是有不好的领在阻止或打我们 这样子他们就更加用心更加努力的帮我做祷告 其实我已经被恐慌症困扰一段时间 我常常会感觉到胸非常闷 当我想讲话的时候说不出来 因为我是个讲师 所以当我一讲话的时候就开始撒哑 然后感觉喉咙是被掐住的 在他们帮我祷告的那一瞬间 更是非常的严重 然后很明显感觉到我这边整块都是麻掉 那在做完祷告之后呢 感受到那个气压往上冲 然后慢慢的退掉之后 从此我的恐慌症没有再发生过 这是我第一个被医治的神迹启事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那后来是在参加风光姐家祭坛的时候 我的手关节受损的关系 已经疼痛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那没有办法弯 因为我是手工造老师 我必须要去抓握东西 也因此非常的困扰 当时萨拉姐也在现场 她就说你把你的疼痛对着海 然后对着山抛直过去丢出去 然后你的信心就算如戒指一般也能够移山 当时大概是这样的讲解跟带领 那我心中我就默想说 我要把我这个疼痛的关节 往这个山丢过去让它落到海里 但我眼睛闭上的时候 我看到耶稣在对面接住了我的手 我当时也觉得好笑 就是我的想象力怎么会是 就是耶稣这样子接住我的手 既然如此我就全然的把我的手这样子 丢过去 然后不停的祷告 祷告完之后呢就开始分享嘛 我刚刚祷告了什么 我还跟大家展示说我这里啊 我的手是没有办法弯 因为现在是非常的疼痛 因为工作受伤等等的因素这样子 但我是第一个讲 祷告一圈回来之后 我又再度说 我的手的时候 哎呀竟然就不会痛到目前为止 我的手它能够握得紧紧的 它不再有这个关节疼痛的问题 它慢慢慢慢的现在已经是完全痊愈了 几乎感觉不到疼痛 这是第二件发生的神迹奇事这样子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的婆婆 其实我七月底的时候受洗到现在 刚开始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祷告 幸好那时候方圆姐有送我一本祷告手册 那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呢 我婆婆是躺在床上 然后就是在身影 而且她告诉我说 不要让孩子靠近我 因为我真的非常的痛 我婆婆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疼爱小孩的人 所以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她怎么会这样跟我讲 就是她是小孩怎么样去 就是这样子跟她玩闹 她都不会生气的人 所以我想她一定非常的痛 所以我就叫来我的小儿子说 我们一起来帮阿嬷祷告 我们来祷告让她的身体不会那么的痛 这样子 那就按在她的肚子上 然后按着祷告手册上的内容 请耶稣保守我婆婆的身体 然后她膀胱的癌细胞能够消失也好 或是不要让她再那么的不舒服 我也不知道神的力量这么的大 结果她晚上就跟我说 她有比较舒服了 然后隔天再去看诊的时候 她说她在诊间 然后突然感觉到一阵尿剂 去排尿的时候 竟然排出肉块 她还把那个肉块剪起来 去给医生看 医生就是也觉得纳闷 再去检查的时候 竟然癌细胞是消失的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其实不会祷告 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尖色的词语去 或是圣经里面的内容去引用 只是很单纯真心的去 帮我的婆婆做这样子的祷告 所以我真的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说 你只要把你心中所想的告诉神 祂会照顾你 封人姐帮我做绝治祷告的时候 其实也发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糟 突然 她的嘴巴就说出一句说 这个孩子是神 送来你身边的天使 祂是神送来要照顾你的 虽然她自己也吓一跳说 哎呀我怎么会讲这个话 这个可能是就是神 用我的嘴巴要告诉你的话语这样子 那我就突然想到说 哎我确确实实在 就是还没有这个孩子之前 我在一个状况之下 我在神医的时候非常的 在心中不停的恳求跟呐喊 求神给我一个完全属于我的生命 求你给我给我一个生命 然后改变我的人生这样子 我说如果有神 你给我 然后这个孩子就来到我生命 这个孩子其实拓展我的人生 非常非常的多 不管说让我 就是启动我去学手作 启动我去就是学健身 然后去认识庄大哥等等 我我觉得这完全就是 他在一步一步一步的 在强壮我建立我 其实当然有时候真的是会 扛不住啦 曾经有一次我就是 被孩子弄到非常的就是 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就是难过的时候 我开车后面载了两个小孩 我一边开车我一边祷告 我祷告说神你带走我 我已经在也真的是 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的时候 我突然我的 我听到一个很明确的声音跟我说 不行 你是我的 他说不行你是我的 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我突然就醒过来 因为我当时其实已经加速 想要去撞前车了 我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 我突然就感觉到极大的温暖 就是神他就是在我们这个极大痛苦的时候 他真的也不忍心我们这样的痛苦下去 他也发出声音告诉我说 不行你是我的 所以你要留下来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神在跟我讲话 我们做恩高游的这个课程 也是神的引导 我非常的坚信他是神的引导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是我婆婆 她突然她开口跟我讲说 亚文你去跟牧师讲 如果说因为牧师帮我们的孩子 取一个别名取一个绰号能够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的话 你就去尝试看看 因为我们的传统有这样的习惯 如果孩子身体不好 把他取个别名他可能会改善 我也觉得说 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刚好来敬拜的时候看到仁义牧师 我就赶快跑去 然后跟仁义牧师说 不好意思我婆婆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 你听听看 结果仁义牧师比我先讲 她说亚文其实我想要请你做手作课程 来那个帮助我们教会的这些朋友也好 或是教会外的朋友也好 来认识我们教会 然后来学习就是不同的手作 我就怎么会 好好啊 但是就是讲了这个要取别名的故事 那牧师说有啊有啊 其实是有的 原来有这样的事情 那这是题外话 就是我们教会开课其实是 不是随随便便 是我们有经过非常多的讨论 所以我跟那个牧师也约了一个时间 我们要来做这个 课程的讨论的时候 前天晚上 我特别早就上床睡了 休息 因为想说明天我们要聚精会神去讨论这些 各个细节与流程 突然在半夜三点的时候我的眼睛张开 然后感觉到无比的清醒 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好像应该要来做一些准备啊 我就打开我的电脑 想说哎 做个PPT也好 整理一些资料也好 我就查了圣经 医治 第一个跳出来就是恩膏油 恩膏油是什么东西 从来就也没有听过 那我就在深入去查询 哎 他讲到就是说 就是在圣经里面 然后耶稣有讲就是 这四种 墨药 桂皮 肉桂 仓谱 欧式的药材 他能够做出 让涂抹者都成圣的 这个油膏 这些欧式药材 其实我们早就都已经在使用 但是我怎么会知道 他有这样子深入的意义 这么深刻的意义 那我就赶快把这些资料 整理整理 隔天就赶快跟仁义牧师说 我要做这个 而且我整理完资料之后 我就突然感觉到极大的疲倦 我就赶快又去睡着了 所以我说 这会不会就是神 把我叫醒了 把这些工作把它做完 在这个课程 我也有一个见证 就是其实 我自己的妈妈 她其实是很反对我成为基督徒 因为我的外婆是一贯道 然后做了非常多的捐款 跟一些事情 所以我妈妈对宗教两个字 听起来就是 觉得是反感 前一天我回娘家去 因为她也是因为癌症的关系 身体也不是很好 那我就把四座 最浓缩的这个油膏 我把它很慎重拿给她说 妈妈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恩膏 我希望你接受 因为我真的很爱你 所以我希望你接受这个恩膏 她当下就是也收下了 然后我就当天晚上 我也是帮她祷告 希望她身体越来越好 因为其实她也是被这个病痛折磨 就是从今年二月到现在这样子 隔天早上她传简讯跟我说 谢谢你的恩膏 我睡了一场好觉 我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 这样子 那没多久又传来 那个仁仪牧师 他就跟我讲说 我今天课程 我的那个祷告文 就是要关于睡眠的这个内容 我觉得天哪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神要借我的嘴巴 来去讲这个见证 告诉大家说 使用恩膏 有怎么样去保守 我们家人的身体健康跟平安 其实神迹启示真的是说不完 太多了 就在这短短三个月当中 发生了各种美好的事情 我相信未来也会越来越多 以上是我的见证 祝福各位弟兄姐妹